川金二强人论四大议题但略过北韩人权 代表全世界最强大核子强权的川普总统 与举世最孤立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克服了几十年的不信任 为解决朝先半岛核子危机而首次展开会谈 川普与金正恩先一对一会谈约35分钟 在由各自四名代表团成员继续会谈 由于在川金会前的工作层级会商并未获得太多进展 让川普和金正恩在这项恐持叙述个月 甚至数年的谈判中少有共识 在这场新加坡举办的世纪峰会中 双方把握唯一机会讨论包括去和终止韩战 关系正常化政权安全等议题 但美方官员透露此次会谈不会触及 北韩人权问题去和 对 好 坚衡 洀